天姐 嗯 这是瑞丰科技的资料 我看看 老颜呢 他早在大门口等着了 说要亲自迎接他的偶像 不然 那他们公司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什么 郝总 里边请 右手边 您好 我是卡卡尔套的负责人夏浅 倩倩 你还记得我吗 嗯 嗯 不好意思 女士 我是你好哥哥呀 什么好哥哥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思远哥 对呀 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 天哪 我 我完全没认出来 你别说话啊 我们认识 这么做人很不习惯 不 不好意思啊郝总 不知道您小时候跟浅姐是邻居 你闭嘴 说实话我刚刚一下没认出来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没认出来很正常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人气主播 慕晓燕 她是数据分析师小爱 你好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 这里面呢 是我们家游戏的周边产品 有一些皮肤和道具的礼券兑换码 当然 还有一些呢 就是个人珍藏版 都是限量版的 不知道你们平常玩不玩 我玩 我玩 谁不知道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我可是你们公司的超级粉丝 这 这 送给你了 送给我 小言 还是让浅姐先跟郝总聊工作 你们聊 你们聊 他就这样 嗯 那我们继续 那我们是先叙旧呢 还是先聊工作 先聊工作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 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 推广什么呢 其实我呢 一直想做一款优秀的战术竞技类手游 当然 这也是很多游戏设计者的梦想 我们最近在做一款叫做 旗线江湖的手游 也很受欢迎 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大的更新 更新了新的资料片 新的角色和新的玩法 而且还可以解锁很多新的道具和时装 我们是想在你们的直播间做下推广 推广一下他的新功能 好呀 我觉得没问题 那我们也商量一下推广的方式 还有就是 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好羡慕浅姐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居哥哥 我看你就饭花痴了吧 你想想 要是你的邻居哥哥变成了抠脚大汉 你的幻想就不会那么美好了吧 你能别这么扫兴吗 你不觉得 浅姐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轻松地 跟别人聊天了吗 说不定这个邻居哥哥 还会跟浅姐开始一段新感情 不会吧 你懂什么 青梅竹马久别重逢 具有情复燃 那都是言情小说里的老套路了 命运 这个时候让邻居哥哥出现 肯定有他的道理 是啊 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先吧 反正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尽快出一份宣传方案给你 好 浅浅 那我们加个微信 好呀 没问题 我扫你吧 浩总 你看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个微信 以后方便吃鸡 好啊 那我送你出去 好 好 静兵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